这里是诗歌那些事儿,这个视频咱来了解一下诗歌语言特色中,射眼剧中的特点和运用。 眼睛当然是一个人最为聚焦的地方,故人谈论诗歌,常会提到诗眼词眼,那些能够称得上诗眼词眼的,一定就是一句挥手中最精炼传神的一个字。 曾经有一本孟浩然的诗集,其中过故人装,有两句是带到重阳日,换来旧菊花,当中旧字遗失了,很多人就为此遗憾,纷纷要来补写,有人补了罪字,有人补的是赏,还有人补对这个字,不过都感觉不是最恰好的。 后来得到了真本,发现是个旧字,大家无不叹夫,这个旧字其实就是诗眼。 我之所以这里讲就是诗眼,是因为这个字能够体现孟浩然最真实的情感,旧字可以解释为靠近,亲近。 这样就让人感觉,菊花并不是被动的等人去观赏,而是猛何然被菊花吸引而来。 一个旧字既点出了菊花的美丽,又点出了于故人的深情厚意。 所以说诗歌中的眼,关键就在精炼传神这个定义上了。 那我们如何来判断一首诗歌的眼睛呢? 我就以王弯的刺北顾山下举例。 刻路青山外,青州绿水前,朝平两岸阔,风筝一帆旋。 海日生残涅,江春入旧年,香书何处达,归艳洛阳边。 其中的第三连是千古明具,而要想找到这连的诗眼,你要先来看一个生,一个入,这两个字。 夜间日出是人们对自然现象的基本认识,可是诗人不说日出,而说日生,一个生字,就将海日和残液化为有生命之物。 同时,诗人又将海日提到诗句之前加以强调,充分体现了诗人面对太阳降临人间,曙光照耀大地的喜悦之情。 而入字是顺成生这个字来的,是一种喜悦情绪的延续,所以这句诗的诗言,你就可以判断为生字了。 那现在要来总结一下,如何判断诗歌的眼睛。 首先就是这个字眼要足够形象,能够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。 如杜甫在《永怀古记》中写道,纯身万赫富经文,其中的诗言富,就给人很生动的视觉形象。 那第二点就是这个字眼要用的准确精道,比如杜甫的《夜宴左侍庄》,暗水流花镜,春星带草堂。 这个带字就是诗言,因为这个字既体现了星辰围绕草堂的一种状态,也暗示了我们此时空中只有星星,月亮已经落下了,与前面的暗水是非常协调的。 那最后一点,能作为诗言的,总会让人有新颖奇特的感受。 仍然是举杜甫,他有一首语妙,其中江生走白沙。 这个走字虽然平时是很平常的,但是用来形容江生白沙,就让人感觉到了大自然生动磅礴的气势。 其实,高考真题中,对试言的考察还是很多的,如2015年高考语文《湖北卷》,选了一首欧阳修的《劳亭义》。 孤州转山区,霍尔建平川,树超翻出落,风头月正圆,荒烟几家俱,寿野一刀田,行客愁名发,惊叹鸟到前。 此诗为欧阳修,被贬为霞州一灵令使作的,《劳亭义》是一个异战名。 后面有一问问的是,只要分析第三连中荒、寿二字的妙处,分指十四方。 其实这两个字,就是这一连的诗言。 用用字自然传神来看,树里荒烟,寿野薄田,就显得很荒凉冷落。 所以荒兽二字,在此运用十分贴切。 那从情感的规律上来看,荒兽二字,体现了地辟、田兽等多重的意义。 规律了诗人对山民的一种怜悯、关切,以及诗人自己被贬蛮荒的一种诗意之情。 那到这里,诗歌语言技巧中,射演剧中的特点和运用,我就讲完了。 下面咱还是来复习一下,所谓演,即是诗句中最精面传神的一个字。 而要能够准确找出诗歌的演并分析它,你要知道三个条件。 第一是字眼要非常形象,其次是字眼的使用要准确精打。 最后是这个字眼,帮我让你感觉新勇、奇特。 诗歌那些事,带你领略诗歌的世界。 下个视频,咱接着聊。